在青岛码头一百块钱的海鲜到底有多少 走着 每四八一个 大小都一样吗 嗯 怎么挑两个最大的 两个 这两个大小不一样 一样 18有两个36 好 25一斤 25好 给撑了给撑了 哇 这两个超级大 嗯 超过瘾 给钱 25 老板这个曼林多少钱 15 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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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好 谢谢 10块钱4个 4个 来10块钱的 你看这个多大 哇塞 分锅肉吗 这个不粉 不粉就4个是吧 好 谢谢 你们说生蠔怎么卖的 5块钱两件 只剩9块钱了 买这个生蠔 9块 可以了 可以了 20个生蠔 9块钱 我们100块钱的海鲜买好 老板 你怎么都自己上菜 最近忙着开二店 任工都上那边了 对 待会忙完了过来坐着 喝一杯 好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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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板 最近生意不错 前两年压力太大了 微转周转不开 我平台周转线呢 我不太信的玩意 套路贼多了 可以试试杜小满 大批盘靠谱 它的聚合支付功能也不错 每个月有10万免费额度 小微记账本 还能把每笔账记得清清楚楚 有助于分析经营情况 那还不错 我去试试 哇塞 大家看一下 这100块钱的海鲜 这超值吧 我觉得这像章鱼 特别筋道 非常的Q弹 来尝一只18块钱一只的大虾 这个是野生的对吧 对 排骨 哇 这超过瘾 虾柳是那种弹弹的 很顶实 蚝肉还是非常的饱满 曼铃鱼多么的有感觉 海鲜主要就是吃 这里边的这个黄 沙沙呢 有一点真的像蟹黄的口感 欢迎大家到青岛来品尝美食 抱在